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Lung Machine Robo 一個我小朋友的時候很喜歡的玩具系列 它是由Bandai旗下的POPPY在82年開發的 概念很簡單 就像小朋友喜歡玩的鐵車仔一樣 大隻一點 而每一隻都可以變機械人 價錢相宜了 600日圓 而且他們懂得來不來 公開諮詢一下日本的小朋友 問他們想見到什麼車輛、飛機、變機械人 所以都存了一班粉絲 其實很快就被一個美國的玩具車品牌 但是Tonker看中了 引進到美國市場 而且為了推廣的原因 還做了一部六十六集的動畫 由84年播到85年 我講的就是美國佬的八變熊絲 其實概念是應該活動的 很差不差 同期就撞正了Transformers 又比較就比下去了 所以無論是動畫 甚至是整個玩具系列 都在美國掀起不了預期的熱潮 到了1991年 Tonker還被下一支部吃了 時空一轉 我們來到幾年後的日本 原來玩具界的大魔頭Bandai 對這件事一直都是死心不惜 火童這個偉Production 做了一部 類近的超級機器人動畫 在東京電視台播放 逢星期四晚七點半 由1986年7月3日 播到1987年5月28日 名字叫做天威勇士 又或者叫做機器勇士 在浩瀚無盡的宇宅裡面 有一個叫做古洛納斯的星球 上面就生活著我們這一班 不同顏色不同形狀 不同功能與世無憎的Machine Mobiles 可惜好事多磨 有一天黑暗大魔王加迪士 為了尋找長生先弱的關係 率領著邪惡集團根特拉 來侵襲這個星球 為了達到目的大開殺戒 首當其衝的是富洛斯族的族長 為了保護狼恩之迷 死於根特拉的手下 成爹一仔一女 而兒子就是這個故事的男主角阿龍 阿龍可以說是典型的七級記者日男主角 智勇雙傳、忠肝義膽、伸手敏捷 加上祖傳的天空就心拳和手中的狼頭劍 狼頭劍可以發出光芒衝上太空 令到阿龍變成天上來的使者 劍龍記下人 在需要的時候 狼頭劍會吸收地上所有的能量 產生無窮的力量 令到劍龍進化成為無敵鐵甲人 接下來要說的是這個作品 其中一個最為人傳從的成功因素 女主角連娜 就是阿龍的妹妹 她是一個根國不讓鬚眉的機械女戰士 不過她通常都不夠打 經常都要男人的拯救 所以我想女權分子都會看到搖頭探飾 而且在動畫中 經常有衣無衣地賣弄她的女性同體美 而且她和她的哥哥關係有點曖昧 每次有女性向阿龍示好的時候 連娜就會大嚇乾燥 雖然最後在俗作OVA裏面 就釐清她兩個並非親兄妹 不過一種半不倫的關係 大家接不接受呢 就自己決定 陪著兩兄妹闖蕩江湖的 有三位中心的機械好戰友 包括性格衝動的轉地機械人阿樂 成熟穩重到處留情的Blue Jet 和連娜的首席觀音兵 可以變跑車和直升機的尖尾 她們一行人在古洛納斯星球上 穿舟禍散 一方面協助各地居民 去抵抗根德拉入侵 另一方面嘗試解開狼刃之謎 去追尋四件寶物的下落 四件寶物就是龍頭盔 獅子盾 鳳凰盔 和狼劍 傳說中只要得到四件寶物 就可以得到長生鮮藥 幕後班體方面有兩個名字 都可以說分別在動畫界 活躍了幾十年 人物設計的是宇原信義先生 其實他經常都會玩不同的崗位 我自己比較熟悉的是 他有負責特裝機兵 三一無敵的機械設計 他真正掛名做人切的作品不多 除了天威勇士之外 另外有一套也在亞視播過的 叫做我愛上鳥足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除此之外 他真正監製的作品也不少 我自己有看過的 就是蒼窮之戰神的動畫系列 負責機械設計的是山田高瑜先生 山田先生說他至少 已經對機械有濃厚的興趣 他的志願就是成為一個動畫機械設計師 可惜當初入行的時候 加入了一間小公司 那間公司只是做人物原畫 令到他悶得不得了 後期試過做漫畫家的助手 但他的志願始終都是做機械 所以當偉Production聘請他的時候 雖然其他師兄叫他 不要制這間公司做死人 但為了機械的愛 他毅然進去偉Production 當時那間公司是做超手機神的 他發現原來其他師兄同事 個個都只是喜歡畫人物 沒有人喜歡畫機械 人家不喜歡做的事就給他做 可能是這個關係 加上大張政紀跳槽走跪了 所以不用一年他就被賦予天威勇士基設這個重任 不過當年只有23歲的山田先生 可能經驗上淺 當他戰戰兢兢的拿著第一稿 上去Bandai給川上克思過目的時候 都被川上老師拿到狗血淋頭 說他的稿子太粗糙 不懂得取捨 如果我們現在看回山田設計的 梅迪鐵甲人的第一稿 你都會發覺 但跟其他基設有些價格不入 而且以當時的Production來說 可能太複雜了 所以最終稿 是有負責任設計的語言先生 重新幫他執過了 而山田設計的梅迪鐵甲人 只是保留了頭部 不過這樣說 經時長一致 之後的新天威勇士 又或者長造長有的勇者系列 就被我們的山田高語老師發光發熱 作為一套少少移動向的 超級機械人動畫 其實我不懂得評價天威勇士 首先 頭二十多集 除了五位主角外 其實其他的機械人角色都很面目模糊 例如我小時候很喜歡 我很期待的火車頭機械人 可能出場兩次 一次是做一個差點浸親的傻仔 另外一次是做一個亂炮垃垃圾的垃圾蟲 你看完都不會有買他的意欲 一直去到第23集 劇情講火山爆發 一群宣布巫師終於要集在一起走爛 開始成軍 從這個時刻開始 就多了很多個別角色的描寫 例如一男一黑的拖頭兄弟 尤其是他和敵方的女魔頭有一段情 另外 例如Land Commander五人組 會結合 每個角色都比較性格鮮明 也有些威武的表現 這樣才是推銷玩具 另外他的世界觀的自由度也很大 例如機械人受傷 又會駕駛布 他們又會種植蘋果 但是我覺得他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很直接簡單的正義訊息 一些經常重複的口號 讓小朋友可以學 另外你說大人看 其實他也有些幾倒肉的劇情 例如他說和平 在邪惡的管治之下的和平 就不算是和平 例如最後的女魔頭 也都發現自己原來是隱形 這些事情大人看都會有些共鳴 究竟是不是真的如阿龍所說 有黑暗的地方就會有光明 有邪惡的地方就會有正義呢 我自己肯定的是 越黑暗的晚上 我就會看到越多越光的星星 但是不抬起頭的人 是不會看到的 這一隻都是萬眾期待的 很老套的 終於都出火了 多謝大家支持 那個盒子 有沒有話說呢 那個盒子很大 因為本身那隻爺爺的尺寸都比較大 結果那個盒子都應該是大過之前 Postbus那些盒子 還要再大一點 展示了可動和合體 我們一邊開一邊說 好啊 今次這個 license 有什麼 有什麼巧妙的呢 即是哪一間 我給你解釋了 好好好 其實Machine Robot的licensing 近這一段時間有些變動 因為它那個持有權有變化 所以大家可能都留意到 買其他廠的Machine Robot的license Mark 都已經轉了 現在來講的版權就複雜一些 加上近來疫情比較穩定 不過這個能夠順利出火 都非常之 多謝各位同事 是的 因為你的目的就是趕聖誕 是的 今次真的趕到 輸了 輸了 開了 開盒就會見到主要武器 不同size的狼頭劍 size的狼頭劍 後面其實還有一排吸索的 好 兩個放在這裡 不要忘記這個吸索的部分 這裡有個小吸索 主角阿龍 我們有兩個下半身的 變形總視和造型總視 造型總視的下身 再收長一點就更好看 另外有兩隻角 這是直版本的 即是拒功夫的角 因為它的拆畫有時候是 有時候是曲 有時候是直 這裡裏面有個小工具 因為方便大家玩 我們都做了個小工具 那這些就很便宜的 真的要用的 找你上來的時候 一會兒可以再說一下 這個有什麼用 貴公司做的比例 其實那個 中間那個機械人的size 是跟大廠差不多的 沒錯 而兩個分別 小那隻就比其他人小一點 大那隻就比其他人大一點 那我當初就想 應該是因為設計 即可動的空間的問題 但是原來 當我翻查設計資料的時候 阿龍去到無敵鐵教人的 上吋下吋吋 是跟原先的設計稿一樣 這個有少少是 巧合的 我都猜是巧合的 因為設定稿其實很浮動 很早就已經定到這個尺寸 應該這麼說 是定了這個尺寸 我才正式地開始設計 即是紅色最大的這個尺寸 是的 因為其實構思這隻產品的時候 又要考慮一點點 就是一些舊事 就是ES合金那隻天威 因為那時候ES合金的天威 其實自己都花了很多心機去做 雖然都很多年前 那時候有很多新的想法在裡面 但是因為它是Q版 放不下去 那到決定做這隻正常比例的時候 就有很多概念的東西 是在未開始實際畫 就已經構思了 那變成最大一件事 就是我要決定的 就是 怎樣用到什麼尺寸 才可以將自己想到的一些結構 放下去 那麼最開始 最大難關當然就是阿龍 因為人偶再細就有很多限制 就是很多東西做不到的 那麼跟著就去回佩功夫 佩功夫的問題就是太大 就不夠錢做 就是成功效益做不到的 那變成一路想要拿一個平衡 那最後就反而 劍龍是在一個這樣 就是就了它兩個的尺寸底下出來的 那麼意外地又 原來跟大廠那隻差不多 那麼阿龍的尺寸其實就 有些接近是2.5吋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這些尺寸 其實現在它就跟Hexter Gear差不多 它可以坐在Hexter Gear的機械人那裡 大家可以拿回試 就是坐電單車機械人那些OK的 那麼 用過這樣的尺寸來開始了 然後下一步就是 要構思它那幾個主要關節 一層套一層的時候 用什麼開始為中心對位 這一個就是設計的次序 做了上來的時候 不算太難 就是要做現有的標準 都是可以的 就是現在一般都要有這些的 就是骨腰啊 大腿環磚啊 這些啊 腳啊 摺地啊 這些基本上都要有 我發覺你現在成品出來的 那個鬆緊度就很理想 因為以我記憶中這些 應該不容易處理 是啊 那這次關於工廠都可以講一下 因為我們都擔心產品的複雜度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都用了 比較昂貴的代工廠去做 所以大家都有保證的 就是產品的完成 但因為你如果太鬆 你獨立扭它的時候 就會很無癮 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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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鬆 但如果你太緊 它結合了下去 就會阻礙你裡面 就是組合了之後的可動性 是啊 所以那個鬆緊的手感是很微妙的 就是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搞了很久的原因 我們不是那麼有把握去 就是 將一個這麼複雜 和這麼精度高的產品 給一些 就是比較普通的代工廠 所以我們就要找一些 高階一些的生產去做 那所以出來的結果就是 成本就當然會貴 但是為了要確保 那產品出來大家是滿意呢 那所以才會有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它合體用的這個下新 其實本身的可動性都是 基本上都是有齊的 只不過可能因為有些變形位 所以就 怕大家介意 所以做了一個更美一點的腳 給大家介意 其實相差是7mm 其實這個樣子都是 經過很多番的改動 才拿到一個比較 像日本動漫主角的樣子 除了它基本的手之外 有一個是手指 就是有一個手指的手 那些手真的很小隻 大家玩的時候小心 大家玩的時候小心一點 另外一個伯母兄弟劍 劉昇 劉昇 在這裏 劉昇也有給的 那它有一個配件可以給你 就是 好像在動畫裏面 那樣前後接 是不是這個 是 這個很小的 那其實它可以 動畫裏面因為有這一幕 是 大結局的時候 去到最後那段 那可以接 兩把接 這樣 第一件事 如果要合體 記得大家要換回一個 普通的拳頭 它的合體是 要做些變形的 它的腳其實是 因為那個關節的問題 大家我想都會 關心 那股關節是怎麼做呢 它又要前 就是這個腳又要前 又要後 又要橫 那其實 方法的概念就是 將它的膝頭 前後180度反轉 為什麼之前沒有人想過呢 對 這個 這個其實在 腦海裏面構思了很久的 一個想法 那麼 到真的實際上運行 就是做下去 就發覺其實 都真的幾難 幾難去應用 但是 又真的可以的 對 這個位置是幾有趣的 我們特意改了 是在後面開蓋來入 所以呢 是要令它後面的 這個組合很過癮的 是啊 我試玩的時候 都覺得 如果你接受到 不是真的 就這樣打開 扔進去 而是接受到一些變形 其實 它會帶到 另一些幾有趣的感覺 這個我沒有問題 因為 首先在動畫上 其實它的組合 不是說交代得這麼清楚 就是它好像閃光一樣 是 它透明 是啊 然後就已經在裡面了 即是不同 你說其他機械人 譬如大武士 你看到它的頭是怎麼關 那當時你如果那個方法不同 你就可能會有一點點覺得 好像 但是因為它在動畫上 基本上就好像魔術那樣 就 冰了進去 我們都是做一個 所謂的 coaxial 的設計 即是同軸心的關節 變了 數要準 而且 它一定要同軸心 才可以轉動 那 放進去 那這個位置 其實呢 關起來之後 對 它就 露到腳掌 轉了個80度 回來 其實正確來說 阿龍的腳掌是回到正面 基本上 是合理一下 反轉了 吸回到這裡 基本上就已經 完成了 那這個我特意不關上 就是想展示一下 其實這個位置 是最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本身活用了膝頭向前踢 就是 為什麼呢 阿龍的膝頭向後屈 就是劍龍的股關節向前踢 對 所以它可以向前做到 就是那個 前踢的動作 而不會因為這樣而受到任何影響 我就考慮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把那個軸由外 移動了向裡面發展 所以變成它 你看到股關節這個位置 合金這些位置 全部移動在內側 那變成了 觀感上就會比較 就是舒服一點 那也都解釋了 剛才 啊 做到可以 不覺得怎麼走光 不會覺得很大 沒有在外面那兩塊東西 因為有一點點 Post Plus 應該說我個人的堅持 除了有轉之外 都一定是會有屈腰的 這個招牌 招牌來的 前臂那裡 其實它有一個引出 是可以令那個動作更大 就是這樣 那接著呢 手屈上來這裡 就可以 角度可以更大 基本的武裝 那麼 狼頭劍 還有那個 狼盾 就是這樣 來個大陸體 好 掛起它這個姿勢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那下身這裡 它的同步的位置 其實就是它的膝頭 就是和下一隻 配功夫 那個同步的關節就是膝頭 所以最複雜也是膝頭的位置 其實概念都是一樣的 就是 將膝頭 反轉去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邏輯就一樣了 邏輯就一樣了 一層套一層的 這樣 退出來 這樣 這個就是它合體的狀態 我一定要提的就是 就算未結合之前 這個機械 門入人玩具 本身都是很實正的 那就是 如果你喜歡分開 製造三隻 獨立擺姿勢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用了幾重的力子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它本身都是 一層套一層的 所以都沒有大問題 不過如果你全合體 它會更加耐擺 更加耐擺 因為它 三隻 就是我們分享的關節 對 打開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位置 為什麼有這個工具呢 就是因為這個 它是一個 屎的設計 這樣 放進去 原來這樣用 原來這樣用 一剔就開了 OK 那就不用太辛苦去搖 而且是先脫底褲 後脫腰 腰帶 對 對 它刺激是這樣的 好像解火青蛙 哈哈哈哈 還有大腿要扭回向前 對 扭回正 因為它這裏 正面這裏有個虛位 這個虛位就是 放進去 所以很容易合起來 就全部放進去 一個最直的狀態 合體的狀態 扔下去 好了 看看需要多久的時間 你自己設計 是啊 考牌 哈哈 沒事的 應該是你最快的 沒事的 其實對的位置放進去 是很輕鬆的 你見到其實 但是你又很 我是很驚嘆 那個 是配合得很厲害 真的整隻床都夾緊了 就跟我之前玩過其他廠的 概念不同 那些就真的 就這樣扔下去 關上牙蓋 就困住它 你覺得是 直接夾緊所有的位置 沒錯 這個就是 到底是用一個 有少許虛位 去讓它動 還是很決心地 所有的族都要 統一同步去做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和要有很重要的決心去做這件事 就是我有決心 全部都要 對著電腦計劃很久 要共續的 是很複雜的 整個設計的過程 但是概念 有比喻 之中其實是簡單的 就是概念 其實不複雜 真的有些都不複雜 但是 第一次想它出來 那一刻是最艱難 然後應用那一刻很困難 不是太久 你很順利 很順利 不過我告訴你 其實我第一次玩這個活動的時候 都已經很順利 是 其實真的不複雜 最重要就是 把所有大腿 首先要向前先 沒錯 那些角度要對 然後一托下去 就已經是適合了 最重要 檢查清楚幾個軸位是否對性 例如肩膀這裏 你手肘那裏 剛剛是一個圓形的 如果你這個和這個 是剛剛拼好 其實就很容易 把它帶進去 你看到 就已經很快 那我就已經 搞定了 這次做了可動手 這個是其中一個挑戰 其實可動手 我們第一次做 很容易拿東西 其實是幾難做的 都預料 會有足夠的客服找我們 你對著鏡頭說 你說什麼 不是的 整體是可以的 只不過我想強調 我們客服的同事 是非常專業的 很有心的 幫你 沒錯 如果你有什麼需要 就找我們客服 然後 正常前後 這個蓋子 我們做了一個活動式 不用擔心前舉的動作 我很喜歡這個位置轉 因為你有一個弧度 這個 擺姿勢很重要 這個 有一點點 山口式的意義 是的 我不敢說 其實是 然後 頭 其實頭裏面有兩個軸 有兩個波子的軸 所以這個活動法可以去到很大力 通常這麼大力的人 你喜歡低炒一些 遮了 可以對出一點 低炒 然後還可以看到一個帥子的樣子 這樣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很自豪的設計 以及轉動 即是同重心轉動 以及前後的屈腰 也是 古關節 其實跟劍龍是同一個設計 所以變成前踢 也不會受內部的影響 膝頭哥 另外就是腳 即是摺地 大家都會很擔心 其實腳是可以這樣轉的 不過這個關節比較緊 可能大家未必會知道有這個 可以用 特別提到就是 腳底有防滑墊 因為這麼大隻的東西 就多少都一定會滑 你的產品通常都有這個 是的 防滑墊是方便大家玩 即是花了一點時間 理解一下那個活動範圍 和活動的 即是那個原理 那你就會得心應手一點 再加上這個位置的關節都比較緊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手那裏 有可動手指給大家 可以擺不同的姿勢 你有否信心用可動手指來拿劍呢? 其實呢 都拿得到的 擺姿勢 擺姿勢也可以 不過始終 如果你想長期展示 就不建議 因為大家都明白了 可動手那個最大的問題 怕它劣化 即是 你長期要它拿著很重的東西 它可能就會慢慢送 所以呢 如果長期展示 就建議大家換回 造型拳頭 我們預計它的手是可以拉出多一點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這些 明白 即是 好像Ironman射 對 那個姿勢 這樣 所以這條軸心是故意做長一點 我們準備去做那個三重合身的顯示 要拿出來 我想說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還有這個工具 其實這邊這個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是 它後面這裡有個洞 好像有些智慧環 它方便大家去拿一隻劍龍出來 一刀它就出來了 其實是靠這兩組組組出來的結構 可以鎖住每一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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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就這樣 好 這個就是 Power Formation 我想很多師兄都會用這個方法 展示 是嗎? 我想是 因為很漂亮 這樣 這個要居公我們同事 因為這個 在大家想背景的時候 它想出了這個概念 就是 如果Display Door這個選項 就很開心 因為很多人都應該會很喜歡這樣去展示 於是就想了怎樣去做這件事出來 天威勇士的介紹應該就差不多了 你今天又好像帶了一些神奇禮物上來 是啊 又是 又是 天大面子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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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都是 大家等了很久 都是 都等了很多年的一個 item 就是 阿職 Action Toys這邊的Machine Robot系列 那個原創的成份比較多 因為都希望比較有些 即是 Original的點放在裡面 那最明顯的特色就是 你看到每一隻 之前出的那些都有 附加一些武器是原創的 是 動畫裡面他們是 全部都是 沒有武器 除了它 它有那把天空爭劍 但是有玩具沒有的 玩具沒有的 玩具沒有的 就是它的武器是 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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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就是 在做想的時候 就盡量每一隻都給一些 即是 即是 個人的武器 可以放進去 那整個 整個 Action Toys都是同一個人設計的嗎? 其實就不是的 就是 這個系列就是 我們 就是 我們公司負責 有不同的同事都去負責 其中有 不知道 知不知道哪一個是 G Star Toys 日本的設計師都有參與過 我記得 例如好像之前 蒸汽火車 我就是 那一隻是很新奇的 我覺得它玩得很好 是G Star Toys 做設計的 即是有興趣都可以翻一下盒 回來看一看 即是開發的是哪位 即是都有 都有寫是哪一個 去負責的 那麼 這隻就是我負責的 這隻 其中一個概念就是 因為如果記得它變成飛機 它其實是它的頭 即是它的機頭 是它的頭 那以前的玩具 就 好像是這樣 是嗎? 很簡單 就是這樣 這樣 就變成頭 比較 不合比例 所以就做了一個 將機頭 做成劍套的設計 變成它好像劍客 有兩邊劍套 應該這一隻都會 近來都會發售 如果大家有買到 倍功夫的 可以考慮一下 一齊 連動一起玩 對啦 其實是適合比例的 那偷雞又做連動宣傳 這樣 儲齊一套 你上次 Collect Demo 多謝你上來了 再一次 因為上次都看到一些 蕭卿要求的 那我們真的做到了 對 希望 明明將來又有機會 上來講講玩具 還好 希望大家支持 最後聖誕快樂 希望大家 可以在聖誕節 享受一下這個玩具 這個聖誕老人家 適合的產品 對 好 拜拜 拜拜